今天来读耶利米书第46章 让我们一起来读耶利米书第46章 耶利米书第46章 耶和华论列国的话 临到先知耶利米 论到关乎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军队 这军队安营在诱发拉底河边的加基米斯 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亚靖第四年所打败的 你们要预备大小盾牌 往前上阵 你们套上车 骑上马 顶盔站立 磨枪灌甲 我为何看见他们金黄转身退后呢 他们的勇士打败了 急忙逃跑 并不回头 惊吓四围都有 这是耶和华说的 不要容快跑的逃避 不要容勇士逃脱 他们在北方右发拉底河边半叠扑倒 向尼罗河涨发 向江河之水翻腾的是谁呢 埃及向尼罗河涨发 向江河的水翻腾 他说 我要涨发遮盖遍地 我要毁灭成意和其中的居民 马匹上去吧 车辆即行吧 勇士 就是手拿盾牌的古石人和福人 并拉宫的路德族都出去吧 那日是主 万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 要向敌人报仇 刀剑必吞吃得饱 饮血饮足 因为主万君之耶和华 在北方右发拉底河边 有献祭的事 埃及的民啊 可以上激烈取乳相去 你虽多服良药 总是突然 不得治好 列国听见你的羞辱 遍地满了你的哀声 勇士与勇士彼此相碰 一起跌倒 耶和华对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 论到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要来攻击埃及地 你们要传扬在埃及 宣告在密夺 报告在罗福 达比尼说 要站起出队 自作准备 因为刀剑在你四围 施行吞灭的事 你的壮士为何被冲去呢 他们站立不住 因为耶和华驱逐他们 使多人半叠 他们也彼此撞倒 说 起来吧 我们再往本民本地去 好躲避欺压的刀剑 他们在那里喊叫说 埃及王法老不过是个声音 他已错过所定的时候了 君王 名为万君之耶和华地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 尼布贾尼撒来的士派 必像他伯在众山之中 像加密在海边一样 住在埃及的明纳 要预备辱去时所用的物件 因为挪福必成为荒场 且被烧毁 无人居住 埃及是肥美的母牛犊 但出于北方的毁灭 来到了 来到了 其中的雇勇 好像圈里的肥牛犊 他们转身退后 一起逃跑 站立不住 因为他们遭难的日子 追讨的时候 已经临到 其中的声音 好像蛇行一样 敌人要成对而来 如砍伐树木的 手拿斧子攻击他 耶和华说 埃及的树林 虽然不能寻查 敌人却要砍伐 因他们多余蝗虫 不可生属 埃及的名必然蒙羞 必交在北方人的手中 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说 我必刑罚 挪得亚门和法老 并埃及与埃及的神 以及君王 也必刑罚 法老和倚靠他的人 我要将他们交付 寻所其命之人的手 和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撒 与他成仆的手 以后埃及 必再有人居住 与从前一样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的仆人雅各啊 不要惧怕 以色列啊 不要惊慌 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 从被掳到之地 拯救你的后裔 雅各必回来 得想平静安逸 无人使他害怕 我的仆人雅各啊 不要惧怕 因我与你同在 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 灭绝尽尽 却不将你灭绝尽尽 道要从宽承治你 万不能不乏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